由於外雙棋的正層公廟 是全台十大個屋的 最大弟友民 1970年開始動工 中途因為劍商倒閉 生命還未開光 導致附近孤魂爺鬼入住了一個鬧鬼弟弟 也傳聞一個大學生來這裡探險的時候 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传闻中正成宫庙底下的第一个灵异地点 会变脸的石狮子 其实石狮子在民间以来一直都是镇压邪灵的一个庙方法宝之一 然而呢 据传这两只 刚好是卡在阴阳两挂的中间 所以才造成一些孤魂野鬼在这里徘徊 因而产生了以上那个说法 但 它究竟会变脸呢? 以我刚刚那样看起来 似乎是 没有那么容易出现的 那我们就往庙里面看看 到底是不是大家讲的那么恐怖吧 OK 走吧 有一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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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写真他立刻了一堆 你写真你夸写 你真是很难 不就打他 为了你让他让他走开 那им说你对这种原因 这是因为是我的错 不过因为我认为 我看他有罪了 那种悟绝义 因为我已经有个产生 女士在二十年 我认为虽然是有什么 我正式随意 我们真的喜欢的 就在做什么 我一直以为 东西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 有些事情可以改變 不知不覺被大家貼上這種標籤 我覺得某方面來說 我們也是罪犯之一 大家可能會覺得蠻矛盾的 另外一方面 我又不停地去挑戰一些肚子純爽的經濟 其實我背後真正想傳達的意願是 我想要整出這些未知的東西 讓它變成有質的 因為畢竟人馬 總是對物質的東西會誤解、會害怕 就像今天這個精神功能 我覺得很趨處 而且人下山 下面又是外雙溪 另外又是士林夜市 其實又是非常好吃 又是非常好玩的 我還是在做台灣的觀光 那我今天網購旅學團第二集 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我一定要去士林夜市吃東西 接下來還會去全台的另外九大靈異地點 看看那裡到底是大家口傳的入口 OK 那我今天網購旅學團第二集 正成的廟就在這邊 如果喜歡圖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對方的喜歡一些拉屬網購 我們下次見 Bye We have a ton of